熊孩子抢航拍机遥控器最后和熊奶一起殒命 今天我原本正在睡觉突然被门外的声音吵醒 我开门一看发现隔壁邻居门口来了好多人 我隔壁住着个家喻户晓的熊孩子 原来是他闯祸了他抢了飞友的一个航拍机遥控器 结果飞机掉下来了落到人头顶把一个老人砸伤了 心想这不得额那熊孩子十万八万的 后来飞友说飞机要赔偿四五万 被砸的老人也进了抢救室 伤者家属说死是死不了 但是要在ICU住些日子了 已经垫了六万了 现在外面很吵是民警在找监护人 飞友回去拿了票据也跟了过来 正在商谈好像很激烈 然后民警挨个的敲门走访做调查 敲到了我这位 你是不是一整天都在家 是啊没有出去 那熊孩子啥时候回来的 十二点左右很准时 你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说这小逼崽子回来 路过我家大门就狠狠的踹了一脚 当时我正在上厕所 石头下回去了 记得当然很清楚 确定是他吗 是的 回来的时候边走边叫 声音特别大 民警走后 我就开始打听怎么回事 听说是熊孩子抢了人家遥控器 然后飞机就砸到老人头上了 说扇业质量太好 转速太快 头盖骨都被干碎了 送到医院之后 熊奶说回家先拿个钱 实际上是怕出人命 所以带着孩子跑路了 然后熊爸说飞机的问题 在派出所解决就好了 结果他也跑路了 所以民警就追到家里来了 正在家里解决 熊爸回来说这一片是禁飞的 飞友说 这里是不禁飞的 家长是想推卸责任 我们正在拍摄纪录片 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 飞友的几句话 直接把熊爸说懵了 熊爸找了半天理由 结果手续直接砸他脸上了 航拍机最少也得十多公斤 现在不仅得赔医药费 还得陪人家航拍机 现在人家把发票拿来了 仔细一看一套下来 要十几万 再说伤者 颅骨骨裂 当时以为就要凉了 还好有旁边的广告牌挡了一下 现在放广告的也报警了 还得陪人家广告牌 这一波下来几十万没了 现在熊爸熊奶就是耍无赖 俩人满地打滚撒泼 正当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此时有一个车主报警 说车被砸了 原来航拍机被广告牌拦了一下 掉到了车上 听我朋友说 被砸的那辆车叫拦机伯尼 车顶被砸了一个大坑 挡风玻璃也碎了 修车要多少钱咱不知道 估计不便宜 知道的是对门邻居估计要搬走了 现在是非有伤者车主 成为了统一战线 广告牌那边说找机会谈谈 看样子 也想加入被害者联盟 现在就是熊孩子一家人在撒泼打滚 非有 看样子直接说了句法院间吧 就走了 突然熊奶说 我喘不上气了 我不行了 我心脏不舒服 熊奶说的可能是真的 这是换谁 谁的心脏都不可能舒服 现在三方一起告熊孩子家 熊奶都快要崩溃了 他就是个八岁的孩子 他懂啥 这孩子我不要了 我现在就抱着孩子从楼上跳下去 航拍机掉下来 吓到我孙子怎么没人说呢 你们冲进我家闹 都给我孙子吓出问题了 我还没找你们陪呢 而且你们车停的地方不对 民警说那是停车场 就在我以为熊奶说从楼上跳下去只是说说而已 结果我就听说熊奶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真带着孩子一起从楼上跳了下去 其他家人因为还债也只能把房子卖掉 最后其他住户听说我隔壁出过人命 就再也没人住过那间屋子